那我认为剑指高雄的意味浓厚 就是对于高雄有一种要下站铁的感觉 还是要再次强调 因为包括韩国瑜昨天也来帮我的对手陈美亚浮选 那可以看到说这个过去被高雄人淘汰的一个前市长 现在又回到高雄 不知道这样的找他站台的用意为何 难道是要勾起高雄人过去淘汰他的回忆吗 我认为这样的效果一定是有限的 而且可能会是负面的 那至于说韩国瑜排部分区的第一名 其实我当下的反应是觉得有点差异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韩国瑜第一次当立委的时候 我才刚出生是30年前 结果现在国民党又找他回来当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那我会觉得说跟我们民进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因为民进党是拥抱新世代 而且很愿意传承 而且很愿意让年轻世代来发挥 所以包括我的参选就是一个传承的象征 让年轻世代老中青三代都可以一棒结一棒来延续台湾的民主精神 结果国民党还是找了一个30年前就在当立委 现在又重新让这个势力要复辟的一个象征 回来当部分区的第一名 所以会让人觉得有点失望 再者国民党的部分区的前五名里面就有三位是跟高雄有渊源的 有两位选过高雄市长 那有一位是选过高雄市长的黄昭顺的女儿 那我认为剑指高雄的意味浓厚 就是对于高雄有一种要下战铁的感觉 那其实这也激起高雄人的一种斗志跟热情 因为过去高雄人是过去都非常团结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 所以在今年的选举我相信高雄人看到这样的国民党部分区名单 反而会更有热情 而且会更团结更有智慧 展现我们守护高雄的决心 绝对会在高雄冲出全国最高票 有民进党的部分区 不管是我们部分区名单 还是说我们的巴西立委还有总统票 我都有信心绝对会拿到全国的最高票